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四位 見證是用水做的美女 究竟是誰 能邊做幸福的事 還能最先流下眼淚呢 掌聲鼓勵 一起來歡迎咱們第一位小桃小姐 漂亮 有弄龍心臉的感覺 來 走台步 走台步來了 小桃要到哪裡去 不好意思 傻乎乎的 好像從那個牛欄放出來到處亂跑 小桃連看卡通都可以哭得稀哩花啦的 好 那麼我們先訪問一下 測試她的吸點 就是哭點 快點 然後呢 大家來判斷 今天來的這四位當中 哪一位最容易哭 我們用一個考驗 什麼樣的考驗呢 就讓她吃冰棒 吃冰棒放兒歌 這種情況下她能哭出來的 可是這種情況不是應該很開心嗎 對 這個叫做矛盾 戲劇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矛盾 哇 我們今天的這個單元好有張力 看卡通都能哭 就是有一集電影版 小智為了阻止超夢跟夢幻戰爭 她就跑到中間就被石化 皮卡丘就要用10萬伏特把她救活 可是救不活 她講得好生動欸 然後妳就哭了 哭多久 就是我回到家還繼續在哭 回到家繼續在哭 是不是妳小時候 只要妳拿不到的東西妳就用哭 對 爸媽要注意 妳不能說小孩一哭妳就什麼都給她 會被寵壞 對 妳要讓她哭一會兒 哭一會兒 然後再看事情合不合理再給 對啊 我唯一拒絕過我三女兒的要求 唯一就一次 什麼 她要到月球去玩是不是 那太下流了 對 喂 你看那邊寵壞的 沒啦 什麼話 有一首歌 代表她的心聲 只要阿嬤會 阿嬤的話 這首歌一出來她馬上就哭 你是跟阿嬤有特別的 我先試唱兩句看她會不會哭 好不好 阿嬤妳現在在哪裡 妳是哭那首歌在哭哪個點 就是之前我在補習班 然後呢補習班就會放影片 就要激勵我們 然後就有一個同學 放阿嬤的話 就請補習班我想了解一下 可是她是要激勵我們 然後就是有一個同學她這樣很愁 然後那阿嬤就一直在栽培她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那個人後來考上考學 可是她阿嬤過世 我都要哭了 好不好 好…這是我們一號好不好 旁邊休息一下 一起來看看 第二位來到我們現場的 就是Lulu Lulu Lulu 19歲怎麼這麼愛哭的 都是美女耶 我的媽啊 走台步 這是走溫柔的氣質的耶 Lulu也是從小就愛哭 旋轉還會傾斜 她雖然 她很有架勢耶 而且雖然她身材不高 但她的比例很好 她就是應該有九頭鞋 她身材很高 對啊 跟大家說話一下 我忍下來 我告訴你 吞下牙膏在廁所大哭 因為她太辣了 然後她媽媽發現 因為媽媽說牙膏不好 不能吞下去 應該很少人會吃牙膏 小時候的時候 對啊 這個哭其實蠻合情合理的 有沒有比較不合理的 爸爸打哥哥 然後我就會在旁邊大哭 不管因為什麼事打人都會哭 所以爸爸就不敢打了 爸爸就不敢打 所以哥哥就會 就幸好有我 北上面書 頭兩個月天天以淚洗臉 以前沒有離開過家裡 對啊 被保護得很好 才知道家人的重要 對 連一張衛生紙都要自己花錢買對不對 對 要哭了嗎 她真的要哭了啦 妳這樣子多久 就是哭了多久 北上之後 兩個月 兩個月 在寢室裡面 把一杯牛奶喝完 突然間爆哭 為什麼 沒有 那只是因為過期一點 妳現在竟然要哭了 有點嚴重 天啊 妳是不是 北上的原因 還是那杯牛奶的原因 沒有 北上的原因 北上 那妳有受到什麼的欺負嗎 那兩個月 沒有欸 就是遇到的人都很好 對啊 那妳是想到家人哪一點偉大處 有他們真的很好啊 對啊 有沒有衛生紙才要哭了 忍住...來 沒關係 我有治療哭的特效藥好不好 為什麼 謝何全 嗨嗨 Here we go 讓這一次大夢中 嘭嘭 嘭嘭 嘭 太慢了 你是不是有點累 太累了 看有種起不起進來的感覺 進入那個情緒 因為我也是北上 她也要哭了 天啊 安慰大哭的朋友 結果自己哭得比她還嚴重 對啊 結果她一看我就算了 這搞不好是最好的安慰法 對啊 她反而不會哭了 就會反過來問我說 妳怎麼哭了 然後就一直安慰我 因為我就哭很久 我就說因為妳很難過 所以我也哭了 妳心好軟喔妳 有什麼問題想問她 有 我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就是她看起來好柔弱 就可能一下就會哭對不對 我想知道妳有沒有就是 跟人家對嗆 生氣 然後如果人家罵妳妳會怎麼樣 就還是哭 還是說還是會嗆回去 我可能只有爸爸罵 就是還沒開口 就是看得我很兇 我就會哭 但是其他的人我比較不會 那如果狗很兇的看著妳 妳會怎麼樣 對啊 只有妳這傻瓜 狗很兇看著妳妳還哭啊 跑開走就走啦 因為我也是北上 我也是從南部到台北工作 那時候我最怕的就是打電話回家 一定 對 那妳打電話回家的時候 妳會不會一聽到家人的聲音 妳就沒辦法講出來 有 那妳會再繼續講電話 不讓他們知道妳哭嗎 就妳會刻意 還是妳就直接讓他們知道妳再哭 我會讓他們知道 不讓他們知道 蛤 那妳會不會受了什麼委屈妳 還都是報喜不報憂啊 會啊 難怪這麼好哭 她幾乎從頭到尾 就這個訪問人都是哭到很久 那邊休息一下 謝謝 跟阿可聊一下阿可 好 第三位 妮妮來囉 歡迎妮妮 妮 唉唷 天啊 辣妹 美音型的耶 才20人當歲啦 天啊 辣妹 美音型的耶 唉唷 才20 郎當歲 來 整個排庫 長得好成熟 還有天啊 小小就是愛哭鬼 連碰卡拖蠟筆小心都會大哭 他不小心 唉唷 各位 你長得好成熟 妳可不可以側面這樣看著啊呀 觀眾朋友 這是時尚 沒有...看多一點 側面 時尚我看過最S的一個人 身材 真的假的 對 屁股 就是這邊的 整個消下去 然後再吐起來 唉唷 厲害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妮妮 看起來 笑容蠻好的啊 會很愛哭嗎 哭點還蠻低的 蠻低的 妳重型哭點再低 男人不是愛死了 看到什麼會哭 看蠟筆小心會哭 為什麼 蠟筆小心 沒有笑啊 沒有 就看到他一直爬樓梯 然後一直跌倒 然後還有跟他跟小白很 就是深厚的革命感情 吃牛排被鐵板燙到 餐廳哭到經理出來賠罪 鐵板燙到是妳自己燙到 這就真的很燙啊 就是 手燙到之後就嚇一跳 然後就大哭 然後經理就發生什麼事情 妳是哭到在那邊 就啜氣那樣子嘛這樣 對 真的假的 就是還蠻誇張的哭 那真的會以為出什麼事情嗎 後來有知道免費的牛排嗎 漂亮喔 有 有喔 哇 這招要學起來 這招 男生哭應該沒用吧 我男朋友在電腦裡面射密碼 讓他無法登入 氣得大哭 是不讓妳看他的電腦 我也不知道 就有一天發現他就是射密碼 然後我就問他為什麼 然後他不理我 我就當場大哭 堅持有自己的隱私 妳現在又要哭了對不對 她又要哭了 天啊 怎麼 在訪問就直接哭出來 對 反正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妳覺得裡頭有祕密嗎 她以前會不會這樣 她會不會一開始讓妳看 然後現在不讓妳看 這樣就有問題 她真的哭了 可惜不是妳 陪我到最後 哭得好快喔 妳講 妳講 妳跟我們說 有什麼委屈跟我們說 謝謝... 謝謝... 哇 哇 妳有沒有聲聲跟著啊 在訪問就哭了 妳看可不可怕 所以他以前到底會不會這樣 以前會不會讓妳看 會啊 以前會 然後最近不會 憲哥你以男人的角度來解釋一下 怎麼樣 我拿 我拿 因為他們可能在感情上面 已經走到最後 有 不是… 憲哥你幫幫忙好不好 你在幫到我忙 越大越媽 對啊 1號關妳屁事 2號也在哭 好好一個攝影棚 對 搞得跟蝴蝶姐姐的告別式 沒什麼兩樣 沒事了 沒問完 好 把旁邊休息一下 好不要哭啦 好愛哭喔 好負責駕駕駛的愛哭美女喔 對啊 第四一位更可怕 她走台步都會哭 真的 一邊哭了一邊這樣趴得出來是不是 很習慣 而且手裡有拿樂隊 她還是指揮的 一起來歡迎 古號樂隊大隊長 Wii 24歲 162公分45公里 Wii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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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迷蒙喔 還是哭的吧 眼睛哭得很迷蒙 天啊 走出來就哭了 她真的剛哭完了 Winny 一個禮拜可以哭上五天喔 天啊 好日系喔 這位美女好日系 天啊 鼻子高聳耶 跟大家說你好 大家好 我叫Winny 妳的眼睛有在刻意瞇嗎 還是妳本身就長成瞇瞇眼 她是剛哭腫吧 妳是剛剛上台前有哭喔 剛才在 她眼睛好腫喔 又要哭了嗎 一個鼻一個鼻 妳有聊到什麼嗎 等一下…我們還沒有開始問候 就已經要哭 她已經腫到針不開了耶 好 妳看著前面 新年有什麼新希望 習慣一年比一年更好 有男朋友嗎 沒有 她剛剛說她哭的原因在後台 是因為聽到前面三個人的故事 太感人 所以就在後頭跟著哭 各位 有一次難過到在全班面前狂飆淚 因為她英文考了97分 高97分 叫人 什麼意思 太過分了吧 什麼氣氛怎麼好哭的 太過分了吧 因為一開始都是考100分 你叫人家… 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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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真的應該吃吃苦頭 妳用英文字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現在英文很爛耶 為什麼你哭 為什麼你哭 C R Y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P O I N T P O I N T Don't cry baby Why why Tell me why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P O I N T 彭佳慧有沒有被她嚇到 七年不見她是不是更瘋了 不會啊 憲哥這很可愛 好好笑 好像這就要看電視喔 對 有沒有看到 我跟你講 愛死你… 我當妳要沒生小孩 搞不好我就是我老婆 我媽的 我不會喜歡那個 那個 你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講得好像身高這樣 是沉沸的一種 而且 而且那些那邊還墊鞋墊喔 我墊鞋墊 講到寵物 她還真有一個寵物掛點 因為她有一隻最心愛的 不能講出那個字 一講她就哭了 喵 喵 不能講出那個字 喵 喵 她的 然後現在只要聊到那個字 吸開頭的 她就會哭 再講 你沒有看到人家的表情那個 所以不把貓講出來 不哭了 妳還講出來 她也要哭了 講到貓就會哭 真奇怪 不… 好…不可以講…不可以 停 停不可以講她 GO… 一… 一… 熊…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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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了啦 收不住了 好… 我第一次人不可貌相 從頭哭到我 每一個出來都在哭耶 不會…沒事… 好啦 想哭就哭好了 貓是不是 多久以前的事了 面子借一下 長得像貓 今天還真是特別 每個都好會哭喔 而接下來的哭點大考驗之中 誰會最快落淚呢 今天是愛哭美女 等一下…歡樂一點… 我們現在呢 四位已經訪問完畢了 阿琳小姐 告訴我們 四位當中妳認定哪一個 是最愛哭中的愛哭 我覺得是3號 3號 對 我看他們四個人的眼睛 她的那個眼睛最下垂 有子儀說嗎 眼睛下垂她是愛哭 眼睛最下垂 像那個有一個那個 阿影軒她的眼睛也是有一點垂 下垂就愛哭 下垂就愛哭 2號 對 水汪汪她那個大眼睛也愛哭 對 而且我覺得她不只是那種 悲得也想哭有沒有 那種效忠她也可以帶淚 像現在 明明就是開心 但是眼淚還是要飆出來 蠻厲害的 我覺得是4號 因為單從現在目前 她們一字排開的表情來講 這個4號的淚線是最發達的 你看到現在 然後眼淚流個不停 拜託妳講那樣臭臉 人家是哭桑的臉 彭小姐 我覺得也是2號 因為等一下她是要吃冰淇淋 聽兒歌 還有她們每個點的那首歌 C點的歌 我為什麼會選2號 因為她是從南 從南部到北上 那兒歌會觸景 會想到 在家裡的想 那個家庭的那種溫暖 對 何選 我覺得是3號 除了1號小桃 其他三位都有人選 究竟 能夠最快落淚的人會是誰呢 愛哭鬼美女 哭點大考驗 好的1號計時開始 怎麼真的有一種可憐感 真的 反正在拍偶像劇喔 各位 好可怕 要等到淚珠掉下來才算喔 她會不會還沒哭乒乓就吃完了 有了啦 又哭感了啦 我快要哭了 因為我好想吃喔 妳整隻都快吃完了 停 好 失敗 沒哭不出來 3號2號2號 原來沒有那麼好哭喔 請準備 預備 開始 哭了喔 真的 好快 好辛酸喔 妳知道小朋友會一邊吃零食 一邊哭就覺得自己很可憐 她現在這種情況 臉都還抽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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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北上 一切的經歷是這麼的不容易 可愛的LuLu 爸爸媽媽 想起她要離開從小溫暖的家庭 我長大了 自己一個人坐車到台北的時候 她就哭了 我會對自己負責任 我都在抖我 我愛你這天啊 這歌聲很破壞氣氛耶 真的 有在啜氣 但是好像還沒掉下來 沒有掉淚 失敗 2號不是很看好妳的說 2號看起來是我們最有希望的 對啊 為什麼哭不出來 有可能是乒乓的關係 3號已經要 會不會是因為是憲哥唱的關係 我覺得有可能 對 有可能 就是妳知道鏡頭踢 她就覺得好唯美 對 就一拍到憲哥就一直哭了 有可能 不過3號要使出她的殺手箭了 戳妳的眼睛 然後讓一哭 妳沒有主題去啊 沒有 那妳就一直不斷想說 她的電腦密碼到底是幾號 媽媽請妳不能聽 那個歌也是哭死的 來 計時 開始 現在是我們3號的妮妮 就在來上節目不久之前 她發現 男朋友竟然跟她保持了秘密 妮妮對男友是這麼的坦白 來 我對妳負數這麼多 你為什麼不讓我看妳的電腦 我再笑 她的冰棒就喊著耶 沒有失禮 那瑤瑤妳覺得她到底會不會哭 她到底會不會哭 我覺得 憲哥就是你破壞了一切 停 失敗 4號 我們現在唯一的希望 誰選了4號 寄託在4號了 我覺得4號最有希望 對 為什麼 妳只要想像那個字冰棒是 摻了貓沙 妳說一定可以哭出來 摻了貓沙 沒想到23號都挑戰失敗了 你們剛剛明明哭得很好啊 最後只是現在4號了 她能挑戰成功嗎 那隻貓是什麼品種的 金吉拉 想想她可愛的模樣 對啊 希望她現在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她一定在天堂的 也是一個生命 當那隻貓 由原來的活潑可愛 變成了一具冰冷的貓體 生命竟然是個如此的脆弱 多少的日日夜夜沉沉昏昏 如果沒有那隻可愛的金吉拉 陪伴的她 她哭了 好可憐 憲哥 我也要哭了 42秒 唉唷 對不起 我跟你講 講到小動物真的很想哭 沒關係 哈囉 沒事 對啊 她搞不好去投胎做人 對啊 沒有關係 對啊 你跟她一定還會很有緣分 搞不好她投胎做人 還會彈鋼琴 有沒有 或者變八咪老師 對不對 多好 有沒有看到 人家4號就很厲害 有沒有 掌聲鼓勵 4號 所以今天獲得冠軍的是沈玉琳先生 恭喜答對了一題 發表得獎感言 今天這個單元算是有血有淚 就是笑中待淚 淚中待笑 尤其剛剛4號美少女 在吃冰棒的時候真的 因為我突然想起說她的金吉拉 她在這邊吃冰棒的時候 她的金吉拉 也許這一輩子 還沒有機會可以陪伴她 一起吃冰棒 我們已經過了要跳的 哭的那個點 不要再急了好不好 還聊到金吉拉吃冰棒的事 像話嗎 正妹不愛運動的三大原因 怕妝化掉 擔心會有蘿蔔腿 怕長肌肉變成金剛芭比 然而 真的所有正妹都不愛運動嗎 就讓她們來告訴你 正妹實驗室開課啦 歡迎收看正妹實驗室 厲害了 她又來實驗我了嗎 這個單元感覺特別的澎湃 在我們左手臂 請坐… 剛好有10位正妹 對 對 但沒關係 我們一個瑤瑤就抵過她10個了 這什麼話 講話得罪人 一個就抵過兩個 這樣就比較不得罪是不是 對… 每一位都有個人的一個組件 那時代不一樣 每一個正妹她心裡面有想法 對不對 今天討論的主題是 正妹一定不運動 為什麼不愛運動 因為你知道我們就是啊 比較好一點 多喝水多睡美容這樣 我覺得就可以你知道 這樣皮膚水水的變好 這樣就好了 妳正妹為什麼不愛運動 正妹為什麼不愛 我很愛運動 妳愛運動 每一天上健身房 上健身房 公司找我去健身房 我就去健身房 身材比較突兀一點 妳在念書的時候 如果要跑步啊 跑100或幹嘛 男生是不是都在笑 我跑接地都跑最後一棒 為什麼 就全班先到前面去 然後等著看妳跑過去是不是 沒有 因為跑妳就快嘛 對不對 妳速度快嗎 還不賴 還不賴是嗎 對 我們現在運動健將 健身房裡面做什麼運動 健身房 跑步啊 然後鍛鍊腿啊 鍛鍊手臂啊 她的腿很有力 剛剛有借我稍微摸了一下 她不相信 結果她捏了一下她嚇到我 還有一個那個 新聞媒體講說 什麼拍到妳蘿蔔腿 亂講話 很好 妳這樣很健康 很健康 對 妳要當健康的代表對不對 然後我可以去當健美小姐 對啊 這個比例很重要 那妳會游泳嗎 妳會游泳嗎 會游泳啊 會 自己本身愛不愛嗎 我自己有 除了跳舞以外 我可能就待在家吧 我是懶 對 妳本身運不運動 我喜歡運動 妳也喜歡 我也是小時候是那個 田徑的選手 妳聲音有夠MAN的 妳講話是 我小時候是田徑先生 沈玉琳先生 能不能告訴我們 正妹為什麼不愛運動 就是什麼人適合做什麼事 就好比說 妳絕對不會看貴賓狗 貴賓狗 這樣也OK啊 在講的 其妄的 因為那些是貴賓狗 貴賓狗就是拿來給人家寵愛的 去照顧的 所以她不需要幹那種出火 那運動呢 基本上不是正妹該做的事情 正妹就是好好睡覺 打扮自己 對 逛街 逛街就像他們的運動 聽聽看正妹為什麼不運動 走路啊 對啊 我連走到10分鐘的車程 我都會叫這輛車 那妳平常怎麼辦 所以要人家背妳喔 沒有 就是我覺得 又走路很容易跌倒 所以我超討厭走路 她因為 瑤瑤因為重心不穩是不是 對啊 瑤瑤為了要維持平衡 她都下半身走 怎麼那麼誇張 這樣才不會跌倒 她就很誇張 那妳頭那麼大妳會不會想跌倒 我暫時就好 其實我小時候很愛運動 小方 小時候超喜歡打躲避球 躲避球 對 超愛 每一堂都一定要去打 可是男生打躲避都狠狠的就 沒錯 一球加到會哭 我有一次就被砸到流鼻血 希望我就再也不想去操場 導致我現在一點都不喜歡運動 就對運動有恐懼就對了 有陰影嗎 那笨寶呢 笨寶 我應該是算喜歡運動 可是旁邊一定就是要有領域間 她本來不叫笨寶 寶 開頭是BAU 對 所以是笨 笨寶 笨寶 妳憑什麼說自己很聰明 好聰明喔 好聰明喔 然後呢 不運動的原因 就是一定要有領域間 妳很愛洗澡是不是 一定要領域間 因為會流汗 會黏黏的 妝會花掉 這麼在乎妝喔 唐曉薇 因為我很怕骰黑我要戴口罩 穿長袖長褲還戴洋傘 去上體育課 娃娃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運動 可是我現在是不敢運動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有被嫌棄過 嫌棄什麼 對 因為我以前我偶像是馬丹娜 我一直想要練得跟她一樣壯 我每天回到家都下腰 我腹肌真的是有六塊 對 可是馬丹娜那個 會不會對男人來講 那有點太過了 有會 她是屬於男生會欣賞她 但是不會愛上她的女人 真的 我前男友她就被嚇到了 然後因為她第一次她看到 我把衣服一掀起來 我就很驕傲 我說妳看 我有六塊肌 妳掀起了妳的衣服來 我剛剛真的沒有 我剛剛真的沒有 有一個 小萱… 因為我也怕曬黑 因為我男朋友喜歡白色 真的嗎 妳喜歡白色 妳喜歡白色 所以我後來也基本上白一點 妳呢 我也怕曬黑 因為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超愛運動的 然後我也是很愛游泳 很愛打籃球 然後就有一次就國小的時候 就曬很黑很像太老 然後 對 然後有一次就是 就是 就真的很像 我現在看到我以前的照片 我會嚇到 到底是誰啊 真的嗎 真的 現在很多這個家裡的電視 都是太老在掌握 對…拜託還是要看我 因為先生跟太太都不在家 抱歉… 瑪莉亞抱歉 我皮膚很黑 所以其實很多人 屋屋還是鳥鳥 鳥鳥 我不太喜歡運動 就像她剛剛不喜歡走路一樣 就是像我上班的地方 在忠孝東話一號出口 可是一號出口上去 是沒有電腐梯的 所以我裡面走遠一點 走到二號出口 坐電腐梯上去 然後再走平面的走過去 就是走遠一點 我也要坐電腐梯 絕對不走樓梯 我還算滿愛運動的 可是我去那個健身房 我喜歡去他們那個SPA 就是SPA 還有或者是有按摩間啊 妳根本就不喜歡運動 妳是喜歡享受 對啊 SPA那個算運動嗎 對不對 不算 算啊 也算啊 算啊 算啊 裡面在那邊搓搓揉揉的 而且還會緊緻 那個很花錢耶 緊緻皮膚 那個是熱到流汗好不好 對啊 做SPA嘛對不對 那也是運動排汗 血液循環 是美女排毒 OK 我跟妳講 所謂的運動就是自己有動到的 然後妳自己有流汗在那裡按摩 人家那個按摩幫妳按的人 流汗那個不算運動 那個叫做被動運動 請看看精采的 正妹為什麼不運動 VCR 剛剛討論了那麼多 今天我們就是要做 與運動有關的實驗 來考驗正妹的運動能力啊 今天運動能力大考驗 有五位正妹來擔任實驗對象 而究竟會用什麼方法 來實驗他們的運動能力呢 正妹們將在跑完50公尺後 馬上吹氣球 誰能在10秒內 將氣球吹得最大 就是第一名囉 比賽即將開始 看正妹們的表情 似乎個個都是胸有成竹呢 馬上來看大家的成績吧 看到正妹們手上的氣球大小 很明顯的是由一號韋韋獲得勝六 只有一項考驗 不足以分出勝負 接著正妹們要來到泳池 面對第二項實驗水中碧氣大賽 看我這樣 就知道我肺活量有多大了吧 那又怎樣 我可是前進隊的呢 前進隊有什麼了不起 看我才有通知 跟妳說 國小不是人家 不要小看我 比起起來 可是我妹妹當過節才會起來呢 每位正妹對自己都是信心十足呢 不過口說無憑 勝負馬上就讓他們到水中見真爭吧 究竟這場競賽誰會成為冠軍呢 哇賽 好 有沒有看到 1 2 3 4 5 他們五位有沒有看到 所以您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的題目就出在他們五個人身上 我們就派這五位來作為代表 他們來做一個競賽 比賽什麼呢 肺活量 掉到水裡面誰最慢起來 憋氣最久的 喂… 一定要最後有起來好不好 我們先來一個考驗一下 音場 好不好 拉長音 預備 7 喂 喂 你要給一個口子 給一個口子 唉唷 預備 唉唷 妳要唉唷 然後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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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動手的 唉唷 豫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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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點傻 人家都是唉唷威 他就一氣這樣 一氣呵成好不好 你們自己作為一個參考 格格 預備 氣 唉唷威啊 以後一氣呵成 以後一氣呵成 很像蚊子喔 很像蚊子 厲害了 而且他喚不過氣的時候 還一直摸瀏海 那會有幫助嗎 好不好 十三秒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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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威啊 六秒到吧 兩秒喔 兩秒耶 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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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吧 兩秒 給他一次機會 我剛剛也是一直咳嘛 沒關係 預備 氣 唉唷威啊 阿 什麼阿 他要掛之前阿 印幾出零點 十五秒 十五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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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張玲小姐 預備 7 唉唷威啊 算了啦 恭喜1秒 好 輪到妳… 小萱 小萱 預備 7 唉唷威 一秒 插 片神 轉音 是... 21秒 好厲害喔 什麼還轉音到後面感覺 飛機還往上拉 各位 我讓你們看看什麼叫肺活量 最高21秒對不對 阿林小姐 示範一個42秒的 我們今天時間節目夠長嗎 你找你的歌 你找你的歌一句 感動被生活念過 愛你 就磨成了寂寞 用假音耶 來囉... 怎麼會被你抓的 不行啦 我要請到那個大師 9秒 9秒 所以妳要請大師上 來 沈玉琳請準備 我以為妳比好 家惠演唱會都不知道開過幾場了 所以妳要R的時候 要手要比下來 我們才能按 預備 請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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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穩喔 好穩喔 還有... 還有... 卡... 沒有斷氣 和弦 謝謝 Eben 早音的一個歌 開始 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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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林小姐 妳覺得 5位當中哪一位即將拿到冠軍 我覺得是1號 悶水悶醉球 因為她剛吹氣球已經很厲害了 她是第一名 對 齊薇 5號 為什麼 太多可以講了 她那個氣球也吹得很大 胸部也很大 然後呢 我覺得她是那種硬撐型的有沒有 就是可能 明明 對 就是還會那邊 水裡頭就是我還要再撐個5秒 一定要贏過別人 所以她就是一個禮拜之後才被撈起來的那個 是不是 有可能 你們五位下水之後眼睛是睜開的嗎 閉著 都閉起來 沒有看對方 所以不知道誰先起來了是不是 好...來 沈玉琳 我覺得是1號 因為剛剛影片當中呢 就像前面講過的 因為她的胸部是最大的 那剛剛比唱歌 也許她的秒數比較短 但是因為在水中有壓力 所以用唱歌無法去做這個評估 水中有壓力的情況之下呢 胸部大的 你覺得她肺活量大嗎 胸部大跟肺活量是成正比的嗎 對 一定的 不是 誰說的 所以瑤瑤她的肺活量很大囉 瑤瑤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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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瑤瑤等於是 她下水等於是 揹了兩桶氧氣下去 對 安全技能 你再挑戰一下 出過唱片不能出球 預備 起 是 哎呦 喂 啊 靠音耶 突然就變 哎呦 哎呦 哎 哦 十三秒 不錯啦 不錯啦 好 哎呦 哎呦 喂 哦 哎呦 沒力的爆發 人間的天 哎 瞳孔快要放大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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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越來越大 眼睛越高一點 鼻孔快要放大囉 五官都放大了 鬥雞眼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她的愛 她還要擺鬥雞 她也姐超強的 她可以運動 沒停 32秒 這樣還是老爸 你有沒有看到 來 彭佳惠小姐你選哪一位 我看一下她們的那個小腿 看小腿 看小腿能看出肺活量 因為有常在運動的人 小腿一定會比較稍微結實一點 所以妳選哪一位 應該是3號 2號… 2號 我從這個角度看 她的那個蘿蔔稍微 比較圓一點點 妳這樣子妳選她沒有很開心 因為她有蘿蔔 不是 可是她的腿型真的很漂亮 就是有一點點小腿肚的感覺 我覺得是1號吧 1號 她那個紅色的帽子 看起來就像是魔王級的 她是說她會很用心的 偷偷讓她戴那個帽子 不是… 有暗示就對了 她自己戴的 她自己戴的 所以你們經濟很重對不對 1號 她很開心 1號 好可怕 看好了 選好了 各位 一起來看看她們五位當中 到底誰的肺活量是最大 請看正解 想不到魔鬼身材的薇薇最被大家看好 到底誰會獲勝呢 Are you ready go 對啊 好可怕 她手在靠近 4號已經掛點了 薇薇也掛點了 剩下2號馬 2號 2號哥哥 還有5號的小泉 26秒 拚了耶 好拚喔 什麼 31 32 好厲害喔 而且 好不想起來 她真的很拚耶 天啊 41秒 應該已經暈倒了 會不會下一幕是有救生員跳起來 好冷靜喔 46秒 47 她應該昏過去了吧 好厲害喔 50 再冒泡囉 好厲害喔 再冒泡 54 會過1分鐘 那這太可怕了吧 太厲害了吧 妳也太可怕了吧 1分耶 1分耶 有奇人 1分5秒 憋氣達人耶 他不會在妳們腿上 冒泡了… 你根本就是氧氣筒啊 沒有 那現在吐出來一次CO2 這個概念 是… 二氧化蛋 概念是對 冠軍出爐囉 想到今日的比賽成績 如此的懸殊啊 結果就是有5號的小璇 你1分16秒的成績同快 給他拍拍手啦 今天的比賽我們發現 胸圍最小的人最快離開水面 而第一名的上圍可是超驚人 但是胸部大小 真的與肺活量有關嗎 來聽聽醫師怎麼說吧 各位觀眾 請大家解釋一個迷思喔 胸部大比不代表肺活量 就是比較大 乳房是沒有肺活量的一個作用 這樣大家明白了嗎 胸部的大小與肺活量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別誤會囉 好厲害 1分16秒 好強力爛的 太誤會了 1分16秒 我剛剛胸部其實是裝出來 真的是裝的嗎 1分16秒 我心裡面有感觸是1號 他1分16秒 1號是15秒 等於他的尾數就幹掉1號 剛剛他胸部是裝出來 我們讓你真正胸部一次 預備 我好享受欸 漂亮喔 我要聽1分鐘的啊 還買poss 厲害喔 還可以動機演 還可以動機演 還可以跳舞 還可以轉圈 好像旋轉 怎麼樣… 成績如同 30秒 30秒 也算厲害了啦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誰說正妹不愛運動呢 對不對 多運動對身體有好處